大S累出心脏病 汪小菲心疼 一个不能少 大S生病了吗 她老公汪小菲 昨天晚上突然在微博写下 昨夜病床看你 想起两个小崽子 咱们四个一个不能少 哎好像很严重 大S怎么了 我上辈子是她的杀户仇人 因为要不是这样的话 我为什么会一生下她就死了呢 大S再生第二胎 儿子是在鬼门关前走一遭 我好像是停止了呼吸心跳 然后被送到那个ICU 如今儿子已九个多年大 汪小菲半夜又接着PO 想听你的声音 你为孩子付出太多 然后讲得这么暧昧急死人了 幸好小S经我帮姐姐回应 好多了心脏不舒服 大S之后也报平安 没事了 S妈也说女儿有心脏 二肩斑膜脱锤苏吉 保姆休假 大S独自带着两个小孩 身体疲累加上天气变化大 心脏不舒服 去医院检查后已无大碍 并表示大S心脏病是后天的 无法吃药治疗 只能多注意 不要太累 真的灵魂都已经出窍了 娱乐动新闻 我们台北纳下的灵魂出窍 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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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